面对国际经济侵蚀的不景气进入第四季 传统零售旺季 百货也都是集中火力 希望能够拼出一个好的业绩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对于台湾的内在消费力 他仍然是相当看好的 在今天上午徐旭东特别来到了旗下的百货 为员工们加油打气 他也突然跳起了骑马舞 让在场的员工很惊讶 要跟进潮流 董事长你要带动要骑马的东西才行 不按理出牌 原本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让同人一起大跳骑马舞 跳起骑马舞 徐旭东一点都不马虎 驾驶十足 为了鼓舞旗下赶过周年庆员工的士气 除了带动热身 也亲自献榨果汁 准备早点要让员工充满活力 迎向顾客 而受到不景气的影响 百货业却逆势成长 对此徐旭东提出观察 最近这个大家都在做周年庆 所以业举度还不错 看似 这可见呢 台湾本身的 它的内在力量还是有 看重台湾消费内在能量 旗下百货第一家周年庆起跑的天母店 喊出要在最后四天达到八亿元的业绩口号 希望能在不景气的时代拼出今年百货业的最后家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